武魂帝国的将士们 让帝国的铁骑踏破敌人的尸体 武魂就死了 有魅 奇怪 这顾鞋居然没有痛 可我方士兵确实出现了重病的症状 莫方士兵的伤口为何成混杂之责 这个物击一定有问题 死者有力 难受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万子千鸿屠 铁骚原形断阵 千鸿屠 不要乱 激进防御电行 有机后撤 杨长老 你说这毒 叫做万子千弘 这是我们破制一族的禁忌剧毒 从我数十种无毒的药物混合而成 最大的特点 就是隐藏性强 在最后一味药加入之前 毒都不会发作 而中毒者一旦接触到最后一味药物 就会立刻毒化 那么之前大军中出现的武器 便是这万子千弘的最后一味药 既然是破制一族的禁忌剧毒 它又是走落到五魂帝国手中的 当年浩天宗 除非剧属宗门安危 而选择封门 五魂殿 任这四大附属宗门展开疯狂报复 我那宝地杨无双 在一场激战中失踪 它便是霍制一族中除我之外唯一一个 懂得炼制万子千弘毒的人 他得服务啊 获制一族一向宁折不完 想不到 自己我懂 他居然将敌人屈膝投降 万子千弘虽然剧毒无比 但天斗士兵一直坚韧 若不是被妖魅的红武封闭了视角 也不见得会如此被痛 既然如此 四季神光 四季神光竟不能击溃妖魅的意识 看来邪悦和胡莲娜的实力 也有了很大进步 无关融合技下的精神力 已经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 但是 海神之光加持下的紫级神光 你还能挡吗 什么约 唐伞 第六魂机 晚送独自 苍门暗技守法 一千零一夜 怎么可能 我的毒剑对他完全无效 我看小姐 无双呢 背叛宗门的无耻之徒 叫他出来受死 杨无敌 这你就多虑了 你弟弟确实是块硬骨头 为了确保万子千红毒的配方 他无限了 不惜咬蛇自己 他那又如何 只要没死痛 教皇陛下就有手段撬开他的嘴巴 精神控制令魂机 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虽一心求死 可到头来 还是当了叛徒 住口 冷静点 杨众老 他在诱你入套 他们已经列阵完毕了 你孤身深入 必死无疑 这个唐三好新奇 他魂力耗尽 杨无敌又身受重伤 我本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却被他看穿了 既然万子千红毒的最后一味药 仅为触发之后 也就是说 我方士兵体内 已经有了此外所有药物 而这位前辈的毒刺 恰好与万子千红毒的性状一致 看来 就是你雀风宗暗中下的毒霸 天斗帝国军营 虽然守卫森严 但你周围的毒蜂 确实难以被察觉 这个唐三洞察力细致的可怕 难怪教皇陛下一心要杀死他 宗主 别拦我 我不允许他污住我弟弟 污住破之一族 杨长老 不要称匹肤之勇 养好身体 踏日攻破武温帝国 才是对你弟弟最好的告慰 更何况 众龙的天斗大军 还需要你的救治 长门弟子听令 停止追击 玉堂修筑防御攻势 丽堂戒备巡逻 宁堂药堂 搜救治疗伤员 即使重备 好沉稳的信心 想偷袭得手是没可能的 也罢了 武魂帝国大军 已经全部撤入嘉林关内 活得任务也完成了 撤